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为什么叫萌呢 萌就是可爱啊 为什么呢 你看那种刚刚发芽的 萌它不就在代表一种新生的 然后小小的 然后什么东西小小的时候 都是很可爱的 你可一点都不小 我脸下 你这大事 他不说我穿的那个跟狗的那个情侣装那个 就是萌 就很萌 很可爱 而且这个他呀也是养狗是吧 对 因为这个狗呢 人家礼爱 今天我们很感动 带伤上阵 脊椎蛇了 尾椎 尾椎蛇了 然后所以我现在坐在一个甜甜圈下面 可能大家看不到 你胡说吧 尾椎蛇了 你还能再坐在这 就不能坐 所以我现在下面等于是坐在一个像那个游泳圈的东西 中间是挖空的 然后把尾椎给露出来 礼爱可以啊 这个对对对咱们非常支持啊 但是呢 咱们今天谈一个什么话题呢 我本来以为啊 你不太合适 这么萌的一个小姑娘 对吧 但是呢 现在发现呢 这事好像还不光只属于男人 在香港 成了一个观影的热潮 而且呢 徐老师刚刚从这个潮水中 爬出来 这强烈的渴望 要跟我们分享一下 没有吧 不能这样说 我一点好处都没有 白帮人家做广告 不是 现在我们这边都是拭目以待啊 肉蒲团呢 三地的那个啊 按说一个三级片 说起来是有点 扫眉大眼的 但是为什么这次 这宣传感觉这么强势呢 也搞不懂 徐老师先描述一下 香港的盛况 这样来说吧 香港的那个 这种色情影院吧 近年来是走得非常适为 职业的专门放色情片的影院 因为录像啊 DVD的普及 还有有线电视 随便可以点播呢 所以那些影院都关了 所以最近前一阵 好像关冲了什么地方 最后一家都关了 就这个行业 显然就已经没了 可是这次呢 很奇怪 这次一个三级片 肉蒲团 变成了一个公众观看 就是说它一般来说 在香港也好 在海外也好 三级片呢 都是男的看的 很少有什么 就拍拖的男女啊 星期天一起去看一个三级片 我打一下啊 就说这个三级啊 是不是并不一定指的是色情 比如说有些暴力 对对对 也被划为三级 我讲的不恰当 我应该讲色情片 应该色情片 三级片呢 有很多就是严肃的电影 也是三级片 非常纯文艺的也是三级片 但是这种呢 你也不能一定说 它是色情片 因为它也打着文艺片的旗号 而且肉蒲团呢 是中国古代有名的文学名作 这个哈佛的教授 哈南啊 美国的研究 他认为是中国古代最伟大的小说 徐老师为自己看找理由 而且他们考证出来 是说是李渔写的 有这种说法 有这个说法 那么至于这个小说的文学价值 知道怎么样咱们姑且不论 但这部电影呢 的确形成了个现象 就是说大家可以正大光明的进去看 而且场子里边一半是女的 我反正就挺有兴趣 特想看一看 为什么呢 因为它打的 其实我觉得最吸引我们的是3D 你说现在如果要去电影看 电影院看 买票看电影的话 你无非要不就是大场面 大制作 因为在电影院那个大屏幕 有那效果 回家看DVD没进 才会去电影院看 要不就是3D 那现在肉舞团 他打的旗号就是3D 我们就很想看看色情片3D 会是什么样的感觉 但是实际上的感觉呢 我告诉你非常扫心 是不是感觉就在你眼前呢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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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际上的感觉是什么呢 因为我看3D的电影呢 多数是卡通 我以前看的3D啊 比方偷这个玩具 故事第三集 所以我一戴上那个眼镜呢 就有一个看卡通的感觉 所以那个3D的效果很差 就是说色情的场面 一点不色情 整个像一个卡通 而且真的没有什么 真的没有什么特别的效果 而且呢 假 你知道这个中国人拍的色情片 它里边有两个是中国 女星 有两个是中国 都是假的嘛 做的很假 身上东西都是假的 不不不 身上东西真假 我不知道 有的看上去也像假的 睡下来像个山峰一样 咱不知道 但是整个那个感觉很强 请了两个外员 两个日本的AV的 稍微正一点的是他们演 你要是看过之前的金平梅呢 差不多也就这效果 我就感到咱这个中华 汉族吧 咱不能说中国吧 就汉族啊 女的啊 不适合一拍 就是那种风格的 AV片 就是不会打真军 就不会真的做 所以感觉上呢 就是很夸张 就是 就是 一哩哇啦乱叫 反正那一点都进不了戏 里边找了两个 稍微厉害一点的镜头 是日本人演的 日本人演 所以这种时候 总是请 请日本外援的 日本多扎实 日本人就 这个世界上 怕就怕认真二字 但是我要去看这电影的话 我觉得手 当然了 这个3D这两个字吸引我 还有就是 周围的那些 就是一起看电影的 男人们的表情 可能也是我觉得 蛮有意思的一件事情 你也带着这种兴趣去看的 我没去看 就如果我要去看的话 我觉得可能这两件事 会是比较 男人的表情呢 鲁迅早就描写过了 凡男人看色情的东西呢 基本特征就是 被嘴半张半壁 你回头看 男人总是这样的 就是凡是男人看到 那种那种的 惯惜罩啊之类的话 通常嘴半张 鲁迅一眼就标出来 我倒感兴趣的是 女人怎么看 因为我真的有留心 我就看前后左右那些女 她们的拍拖的 女的位置 就她们是一个 什么样的态度 但因为整个片子 她不是让你入戏的 她的游戏的成分很大 什么事情都搞得特别夸张 所以呢 不色情 不是 那女的看的也是开玩笑 我现在访问访问你啊 就是说 如果你看到电影上的 那个色情镜头 就好比说色戒吧 对 看过吧 看过看过 作为女的会是什么感觉呢 有点尴尬吗 还是你要在电影院里 还是说有点什么 色戒实际上我挺投入的 就是我能进到这个故事的情节里头 我不觉得那个让我觉得尴尬 我不觉得 我觉得她很顺其自然 到了那个份上 但会受刺激 觉得什么 我跟你说 当时没什么感觉 事后以后跟人家聊天 说 你说那梁朝伟跟汤伟 你说他们该不会 真有人什么吧 然后呢 还会 然后还会聊说 那刘嘉玲界不建议呢 这是女的 这是女的 那是事后的事 但是真的看电影的时候 你会进入那个故事情节 你觉得都挺理所当然的 而且我还特别想知道 就是说当这个灯光一起来 散场了 就大家站起来往外走了 特别是我们都认识的 比如说我们情侣A 就是一对 情侣B一对 出门的时候 那男的他 他该说些什么吗 那怎么个打圆场的 尴尬不尴尬呢 这次复杂就复杂在这个地方 这次呢 有一个文化现象 就是内地很多 包括深圳那边 很多潮男潮女 组团包场 你看香港有小电影院 就做的跟安摩椅似的 一共就十几二十个位置 那很贵的票价 他们就把整个厂包下来 然后去的呢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 怎么来说 我们说饮乱 趴得也是有点过分了 但是是有点那个的活动 你说十几个人的朋友 你不像一个郊游啊 对不对 你也不像到海滩游水啊 对不对 你是去一起看一个三级片 而且是包场 我觉得这包过以后 他们互相之间的哥们姐妹情谊 会不会 默逆之交 默逆之交 所以这可能是拉近彼此之间距离 就是人事关系会不会 所以这个是我关心的 不过具体来讲 肉朴团我擅长的时候 我有关心啊 我有看那些 就是正正派派的那些青年男女 看完以后 到底确没什么 因为他戏到后半部分啊 他变成一证据了 因果相报 搞了很多这样的内容 到了后半部分啊 没有太多的色情 就算他那里不穿衣服 你也不觉得色情了 因为有很多 反而有很多暴力的东西受不了 这部片子的真的 过三级的地方是暴力 性虐待 性虐待 就是那些detail 就是那些 细节的东西 哎呀 就是你受不了的 你这么说完就想看了 那受不了 就够了 我跟你讲 我说实在话 其中有几个场面 我隔了两副眼镜 还用手遮起来 无法看下去 你可以跟他去看 他会遮进来 枪枪三人形 广告之后见 感觉这个肉铺团 有点拯救香港电影业的意思 但是徐老师这角度 我觉得是什么呢 就本来是一个 有点扫眉大眼的事 但是呢 是不是一定的营销和宣传 它就变成了一个 香港的文化事 文化事件 我觉得可能不完全 你像现在 你像新浪微博里头苍井空 苍井空你们两位应该熟吧 同言俱入 你算聊到我想聊的 是不是同言俱入 对 他都在新浪微博上 有自己的微博 而且很多文化人 就是你平时觉得 他们都就是非常的伟岸 对 就那种文化人 他们都会特别光明正大的 会提到他 苍井空 喜欢他 那为什么会喜欢苍井空呢 那肯定是看过不少他的作品 AV嘛 对啊 那所以我觉得现在 好像关于看这种 什么AV也好 看这种色情片也好 他已经不成为一个 大家觉得很不道德的事情了 你说这个苍井空 我还真的想起来 苍姐提出了一个很值得 我们讨论的 空姐 空姐 提出一个很值得 讨论的问题 你知道吗 他火到什么程度 内地的新闻传媒 专程到日本 采访苍井空 我看到了这个采访季 挺有意思的 比如说苍井空觉得 他这个对人 对男人 他最重视的特质是持续力 你不要想那个 人家说的不是那个 就说这个男人有毅力 是这个意思 而且空姐提出了一个问题 风子凯先生也提出过这个问题 而且我为人类解答了这个问题 这是什么问题呢 空姐就说了 说我就不明白 为什么就是睡 吃和性 同为人这个三大最基本的欲望 但是为什么睡觉和吃 可以公开的这样进行 为什么这个性 大家好像要把它放在水面以下 就是忌讳看忌讳题呢 就个禁忌呢 当年风子凯先生 也写过文章 妙曲恒生的 他说你看大家一桌吃饭 这个吃啊 吃好吃 好吃我最喜欢吃这个 食色二玉 对吧 食色二玉 这个吃为什么可以这样 对吧 你知道最后我那天突然间 我就开悟了 为什么 短缺经济学 你发现没有啊 这个食物啊 从最开头 人类的食物很少 到现在你看一桌吃饭呢 食物是过剩的 你知道吗 但是你看不管人类发展到什么程度啊 女人或者说男人 对于男人的女人和对于女人的男人 这个个数 这个资源 这个数量 没怎么变过 你明白吗 也就是说啊 我现在发现啊 是不是什么东西短缺了 大家就得偷偷的 你记得当年 就是就是文革的那个时候 还是什么时候 就是五六十年代的时候 就是都不让吃好吃的吗 张一和有写 吃了好吃的东西得藏着 对谁家有好吃的 那个时候啊 就包括我们家有点好吃的 是偷偷的吃 偷偷的吃 要不然会被人家说 但是 说的是有点道理了 但是 我记得那时候没吃的时候 大家讲吃也是很开心的 就是说我记得在乡下 要杀一头猪之前几天 大家什么事情都不做 就整天在讲吃 就是说口头的得到的满足啊 就是短缺啊 他也讲的很厉害啊 大家讲色也讲的很厉害啊 但是就是如果说是真的 这玩意儿我的意思是说啊 会不会引起嫉妒 比如说为什么一个人的男女啊 他搞这种关系的时候 他老是现在折折掩掩的 因为是不是还有很多光棍 人家这方面很少 我觉得不是 我是从女孩子的这个 这个观点来看这个事情的 我可能没有把你 就不会像你想的这么理性 什么经济学 什么短缺 他就是一种情感 就是说 我有在某一个时候的某一些表现 我只属于你 你只只有你能看到 其他人看不到 对 我觉得这个是一种情感 因为我爱你 所以我会把这一部分东西 我只有你能知道 你能看到 这是你的部分的东西 有人吃呢 这个吃 吃相 大家都可以看到 没有 比如说很简单 我们大家一起吃 很多人的社交场合吃 我肯定吃的特别斯文 但我在家里吃 我可能把脚 我放在椅子上 我那样吃 对 这是不一样的 就是怕暴露狼像 是这么个意思 还是会有场合的 比如说我跟我的爱侣在一起 我如果在出席公众场合的时候 我肯定要 还是要注意一下的 我不希望把太私密的东西 跟大家分享 但是有些东西是只属于我们俩的 或者只属于家里人的 我觉得这种情感 他这也是有 有一个说法可以验证他的说法 就有采访 Playboy 就他跟很多女的有过 和人家问说 他说都不一样 人家说有这么不一样吗 他说你们错了 不一样的不是身体 不一样的是脸 就是每一个再美丽的女的 她在那一个时候的脸的表情 是与众不同的 薛老师又表情又气情赏面 那个就是一个私影嘛 所以为什么人 很多明星 很多人的老板花很多的钱 都花多少万 所以他一个晚上 他们也是想得到这一个满足嘛 就是说他其实 其实也许就是这样吧 但是你看很多文学作品当中 描写妓女 他在卖身的时候 你可以怎么都行 但是你不能亲我的嘴 他把亲吻这个东西 看成很神圣 甚至比性还神圣 他把亲吻这件事情留给 他觉得 他只能把这件事情 留给他以后爱的人 那可能因为他做的是这个空座 所以他没有办法 像我们普通女性一样 是把一个比较私利的东西 就是说每个人 就是并不一定定位在肉体和物质上 每个人心里都要有一个 所谓最干净的地方 是只留给一个一个人的 挪威的森林嘛 那就是 怎么叫挪威森林又来了 香港的调查 很多性工作者都是有家庭的 就是他自己有家庭 而且有很多人是瞒着自己的家里人的 但是他一点都不觉得对不起家里人 他在养家糊口 他就是说 我的身体在工作 但他心里觉得 我的丈夫我是忠实于他的 我的小孩 我是一个好母亲 就这个 我们就照一般的概念来说 觉得你这很不可思议 你已经做了这个事情 不他心里是这样觉得的 他可能会保留了某一个形式感的东西 留给他的丈夫跟孩子 但他丈夫接受这种形式感 那就不知道 可能每个人有每个人的过法了 真是 咱这个话题还是暂时打住了 咱既然说起电影 我觉得倒想听李爱说说 最近看了个也是个日本的电影 看到我特别的纠结 今天我来之前 我的助理还在我家里看那个电影 因为他听我说了太多 他想看看 叫告白 那个就是告白的海报有两款 一款就是松龙子 松龙子可能在很多 就是我们中国的影迷心目中中 就是那种很纯美的女生 她是一张特别干净的脸 但是嘴角这边稍稍有点点上扬 就有一种很鬼秘的 就演那个教师的 对 这种笑容 然后还有另外一张海报呢 是松龙子坐中间 然后他的学生 因为他是个老师在戏里头 学生就像毕业照一样 特别安静的坐在旁边 看的是都是特别团团圆圆 特别美好的照片 但里面的那个内容 简直让你真的 就是你会不断的思考 为什么会是这样 他听起来特别荒谬 两个未满13岁的少年 杀死了松龙子的女儿 在戏里头的女儿 原因都特别的奇怪 一个呢是为了引起 他母亲的注意 因为他母亲在他比较小的时候 就离开了家 他希望通过报纸上 电视上的大量的宣扬 说他是个杀人犯 怎么怎么怎么样的一个报道 让他的母亲注意到他 另外一个呢是为了报复他的朋友 因为他这两个孩子 比如说一个A一个B 这两个孩子是好朋友 不算好朋友 A因为想杀人 拉上B来帮忙 结果呢 B呢就以为A呢 当他是好朋友 就尽力的帮他 结果到最后的时候 才发现他只是想利用他 他为了报复这个A 其实小孩还没死在他手里 他把他扔进了池塘 最后致死的人反而是B 也就是说A想杀人 但没杀死人 B不想杀人 结果最后把人杀死了 如果改个片名 就叫人性的证明 就整个主题 就是写一个人性的复杂性 而且他用了一个 罗生门的不同的角度 不同的人叙述同一个故事 从不同的角度 这次香港金像奖 他得了亚洲最佳电影 那咱们先去下广告 你们得说说电影有什么神道的 枪枪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那种人性阴暗面的东西 而且最重要的是 你看完以后 你觉得每个人都特别可怜 里头的片里头的 所有人都特别可怜 杀人犯也可怜 对 杀人犯也特别可怜 包括杀人犯的母亲 也特别可怜 然后当然你不要说这个老师 但这个老师 后来的报复手段 也挺狠的 但你也觉得他特别可怜 所有的人都得不到救赎 就在这个片子里头 所有人都感觉他有做错了事情 但是所有人都在一个错误 滚着另外一个错误 不断地滚下去 你都觉得他们得不到自己的救 你会有种感觉 就报复别人 比自我救赎 要更加的容易 所以很多人都会是选择 都是你的错 没有我的事 所以我报复你 因为你的行为 导致了我的问题 你不觉得现在跟现在的很多 我们社会的真实反应的事情 非常像 你包括要加薪 只像最近杀了10个人的 东北就叫周雨昕 叫什么 杀岳父 老婆 孩子 这都是 现在当然这案子最后还没 不知道怎么回事 但传出来的消息 有说是跟他岳父借钱 借不着 还有说他老婆老玩那网 他怀疑他老婆给他戴绿帽子等等 你看 就是所有生活当中的受挫不满 就像你说的一样 他只向外 他只向外 包括前一阵上海机场 捅亲吗 捅九刀 那个就是说就不给钱 当然 说是神经病 这还有一种病列的解释 这是不是神经病 虞华有个小说 就现实一种 其实很早就做过预言性的描写 就是很多都是细节 偶然的细节 但背后是人性的阴暗 背后是人性的阴暗 所以这个电影 他让我觉得特别刺激的地方是什么 因为他会用每个人自己的角度 去述说这个大家看到的事实 当你通过这个人的角度 去看这件事情的时候 你会发现 从他自己的逻辑来听 他是对的 他自己的逻辑这是对的 但是你从外人看起来说 这太可怕了 这就是所谓是好的文学作品的标志 就是里边每一个人都是正常人 但是不可遏止地滚入一个悲剧 很多好人何几年做了一件可怜的坏事 他罗生门的方法 另外挪威的森林最近也拍成 对对对 接着下来为您播出珍宝总动员 古井贡酒特约之枪香三人井 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赞助播出 纯正原浆手工妙造 社会现象 热点话题 不论您持正面或反面态度 都有权利发表意见 少说就说 所有意见都备受尊重 格力U51席谈 星期六晚上 凤凰卫视中安台 第四次 我看见你 感谢观看